來看到另外一個討論的議題 就是為日本時代資金已經落修 現見了七款的北海規則代表 下一次的時候來到北海公衡 算立間不建議的收拔市 當時也有3D立體電腦可以看一看 也有其他的天文電視 對市議員王柯蕾接吻的時候 要求管副應該加速來幾個 現見北海公衡議題 以帶動提供的歡迎 北海幾山太陽館每年去面 將近20萬名的UK參觀 但是目前電腦的空間和減濕空間 都出現不足的困境 管副這集進出太陽館 當南平大約3公斤的營地土地 正為太陽館第二橫窟 對處情最上限定 也是現任議員王柯蕾 午後接吻的時候 要求管副應該適所來進出行見 管副電話官司 已經是在教育部大運 補助6千萬的經費行結 不僅在天文館大學進行 討論變形當中 應該在近日就可以通過 我們是國際性地標 在這裡 所謂是世界各地區 對這個配合的規線 經過的所謂 我們目前這個地方的地標 是可以說算大的 我當然 教育部長在這個區域當中有大運 但是我別作為他 我感覺這可能有變數 沒關係啦 市長你可能要加把勁 可能要用 三次蔣牧長在嘉義開 民都外店開全國的教育局長會議 是同意 但是因為我們的規劃圖 規劃會成立 他要我們把規劃圖都全部完成 的時候再撥款 那我規劃圖開了兩次 我有意見 因為它過後高度跟寬度都不夠大 就是我們要做的太陽館 事實上將來是希望是比較新的 一個科學科學天文館 所以將來他需要的高度是要比較快 比較高度要比較高 寬度要比較大 所以我們跟建築師跟副縣長 跟秘書長三長在開了幾次位 我們叫他重新再修正 所以還有花的時間 但是我是覺得規劃的比較好 後半蓋起來才不會弄開 官府正處以外 財政部、國有財政局和經濟部、公務局 在太陽館東南平台幼三公斤的營地土地 作為太陽館第二橫窟 並且將它幾月為南窟、太陽、天文、郭郵動心 西京新聞 莊來欣 嘉義官 蔡宏布登